第四季节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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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看着挺健康的 您干什么呀 你最近一直没回家 你爸妈让我来找你一趟 一共两件事 一 你爸说你最近钱花得太凶了 赶紧回家一趟 不回家 银行卡不解冻 二 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必须都得去见 见完给家里回话说一点 说完了 你谁啊 威廉 你干吗呢 也不回家 也不接妈电话 搞音乐 也不能不管你妈你爸呀 我让文文必须找到你啊 她说的就是我说的 必须听 干吗 我说的 就是你妈说的 你干脆说你是我妈得了 倒也不用那么客气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曲文文 我爸 曲远航 啊 曲大爷 知道 小时候见你的时候 你还哭鼻子呢 那你还真是记错了 八岁以前咱俩就没见过 还有 八岁以后我就没哭过 我就是跟你客气一下 前两天去你家 看你爸妈真挺担心的 有空就回去一趟吧 他们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 你妈还让我跟你说 他们只给你一百万创业 如果钱花完了 你的事业还没有起色 要么赶紧回家接管生意 要么赶紧结婚 说完了 我去告诉他们 我做音乐一定能成